大家好,今天我们进行潜谈理睬系列第二集,我是古武 批判传统道德 理睬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 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最彻底的批判 这句话很好理解,字面意思上 理性主义,他对理性主义不感冒 他为什么也这样做呢 我们再看第二段 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 这个可以理解,基督教对不对 上帝存在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 理睬的一句名言是上帝死了 是对上帝的无情无畏的批判 他试图创造一套新的道德和信仰体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说他批判理性主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直观的或者是感悟到 理性主义有那么一些不是太合理的地方 你说这是什么坏啊 难道说我们的生活中不是依靠的理性主义在活着吗 或者是我们做一个推理 不是由于理性在做一个根据吗 话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地方他理解的就是 理性在这个是人的生活中 他所起的作用是一种 出于活下来的本能的 被动保留下来的一种能力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一些宫廷争斗的一些电影 或者电视剧对不对 有些就觉得非常的惨忍或者是非常的狠毒的一些计策 你说他理性不 你说肯定理性了 这样都是活下来的人都是人精嘛 非常理性 但是你觉得好像看着不是太舒服 或者说不应该这样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中有一种倾向就是 不应该去浪漠理性 而应该是有些随着自己本能去做一些事情 的一种倾向 理睬就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 他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他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 他认为如果是沿着理性主义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的话 人类的社会会出现大的问题 他是一位天才 不管你赞同与否他的观点 那么第二段 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 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 上帝存在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工业革命 科技的进步 导致了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些纷繁的东西 一些新的技术 一些新的工艺 然后用上帝的这一套来解释这一切 好像已经开始行不通了 所以理睬说上帝死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是想创造一套新的道德和信仰体系 他写过一本书叫《论道德的谱系》 然后里面就阐述了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以及他对基督教的一些看法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本书 但是我不知道电子版有没有 大家可以找一下微信读书等等一系列的 好 我们这个地方好像就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我们接着看 他批判现代理性 理睬对现代理性也持批判态度 他指出 哲学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 几千年来 凡是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布莱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他觉得康德的鲜艳 或者感性 知性 理性 这些概念 或者姚丽士多的四因 等等一系列 很多很多概念 这些哲学教处理的概念 都是一个木乃一样的 就缺乏一种生命力 只是摆在那个地方上 让人家族的二世 这样就叫做 比如叫做鲜艳 这样叫做理性 这样叫做四因 但是缺乏一种和生活的一种结合 首先我们读一个人的书或者看一个人的观点 我们要结合他的背景 理睬是一位哲学家 也是一位文学家 他是学古典文学出身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一流的天才在搞文学 二流的天才搞哲学 大家有听见过这种说法没有 所以他就用自己文学方面的一些天赋来看了一下这个东西 他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完善 或者是完美 总是觉得缺乏一点东西 所以他说这样第一点 哲学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等等一系列 那么他认为哲学家的第二特性是什么呢 拒绝感官的证据 颠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 曾经否 柏拉图是怎么说的 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变的世界 一个虚幻的世界 而真正的世界呢 是理念的世界 对不对 而理睬认为他认为就恰恰相反 他认为我们既然感官告诉了我们这些众多的一些感官的一些 感悟或者是说一些得到的一些素材 那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这些感官的证据呢 那我们所谓的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对不对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你是否赞同他的看法 第三点他认为哲学家的第三个特性是混淆史末 他们否认生长过程 进化过程 这句话我品味了一下 但是我始终认为 可能只是说针对一部分哲学家 是有这个毛病吧 但是比如说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 康德说 举个例子哈 我们认为看电影很有趣 所以我们去看电影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在之前的课里面举过 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呢 他没有混淆史末 我们喜欢看电影 所有我们去看电影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哲学家的第四个特性是运用语言中的理性 强制人们犯错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哲学家需要 他用的一种语言有点 超越了 超越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比较理性 人们在用大白话在交流的时候 哲学家说 你这个可能你这个地方犯了一些错误 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对 或者是不够理性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而忽略了人们的一种 就是随着经验的一种 感官的一种正确性 可以这样说 就本来人们就 随着感官去发挥自己 比如说说一句大白话 我进入个觉得很特而高兴 怎么样的 哲学家就会想 你这高兴的由来是什么呀 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等等一系列 然后他觉得 人们就是犯了一些错误 但人们自己又觉得 自己没有犯错误 所以这些中间出现一个矛盾 所以理想说 哲学家可能是第四个特性 就是他们常常会运用 语言中的理性 去强制人们犯错误 他认为 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 都狂热的输出理性 是很荒谬的 成绩佛我曾经讲过 古希腊的哲学的一个根源是什么 他的最初的一个根据是 他用一种数学的推导模式在论证哲学 对不对 但是理智海认为 这种根基可能不是太合理 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 是指望他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然而结果恰恰相反 理性处处与人的本能为理 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大家有明白这什么意思没有 你说 好像和你刚才之前的 在上一页讲到的这个 就是他反对理性 好像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但是我提一个问题 大家不管认为 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完全的去抛弃理性 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或者说是否有利于 整个人类的进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认为可能有一点困难 为什么 如果是你完全的抛弃理性 那么我就随着性质去做事了 我今天我走在街上 我看着一个人不舒服 我就拿个棍子敲他一棍 明天我看着一个人不舒服 我拿着刀砍他一刀 那很快人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了 人类社会肯定会崩溃的 崩溪瓦解的 对不对 所以理性 理性既然是人类 自古到今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能力 那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 对不对 你说好像 孤老师你讲得有道理 然后你说孤老师 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说这个地方 他所谓的就是要抛弃理性 处处与人的本能为理 其实是与什么为理 是与人的欲望在为敌 欲望包括什么东西 欲望包括比如物质方面的欲望 生理方面的欲望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攻击性 等等一系列的 这都是可以归结为人类的一种欲望 对不对 那么欲望有没有错呢 欲望既然是人的本性 你不能说它有错 如果要错 那就是整个人类就存在有问题了 对不对 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欲望的替代 这样一个观点 欲望的替代 当然我也是看了这个舒本华的书 然后呢 我自己就觉得 舒本华既然讲到了一些表象 很有意志 还有欲望这样一些概念 那么后来的时候 所以我就自己觉得 欲望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替代的 所以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所以跟着谷老师学习的哲学 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可以帮助你走上人生的成功的连锋 考虑一下会比较有前途的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些句子是权力意志于永恒轮回里面的一些句子 有三句话 我是节选下来的 因为理智的哲学就是这样的 它都是这样一句一句 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的 不是像康德的或者黑格尔的 这样一种论述论文的形式 只有在漆黑的黑暗中 我们才是完全的自我 成名制使我们 被他人及其对我们的要求所包围 必须把民生扔进海里 什么意思 在漆黑的夜里 上次做了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之下 就我一个自个儿 然后在一个地方 然后是干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的时候 我才能够展现自我 就为什么 第一个不涉及到利益 第二个不涉及到名誉方面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能够展现自我 我干了一些可能在他人看来 会看来是比较龌龊的事情等等一些例子 当然成名呢 成名之后你就很麻烦了 成名制使我们被他人及其对我们的要求所包围 成名以后可能诸多要求了 别人会觉得 你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样做 你应该是起到一个公共的模范人物的一种形象的 一种展示的这样一种作用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理睬认为必须把名声抛进海里 解放人性吧 弗罗伊德的心理学 其实有很多东西 它也是借鉴了理睬的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哲学家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去看一下 这涉及到心理学了 理睬对心理学 就人性的一些认识 还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 多数人的幸福高于个人的幸福 这一原则足以使人类回到最低级的动物性上 因为该原则的反变 个人价值大于大众价值 提升了人类 你说这句话又体现个什么意思呢 就在很多社会里面 不这是德国的社会 当然理睬他所观察的肯定是德国社会 多数人的幸福高于个人的幸福 这一原则 足以使人类回到最低级的动物性上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社会 他要求多数人的幸福 就是要求多数人的一些幸福 要高于个人的幸福 就是多数人的利益 高于个人的利益的时候 理睬他认为这样的原则 是否不是太合理 它会使人类回到最低级的动物性上 而他的反变 个人价值大于大众价值 反而提升了人类 而你说这句话是如何理解 这句话我认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 就是人性到底是自私的 就是利己的因素大于利他的因素 还是利他的因素大于利己的因素 如果你坚持的是利他的因素 大于利己的因素 就是人是够无私的一种动物 那么肯定的这种情况之下 多数人的幸福高于个人的幸福 这一原则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过得更幸福嘛 对不对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是利己的因素大于利他的 也就是人类一般都是自私的 这种情况之上 那么你在提这个东西 就一种虚伪的感觉了 就很虚伪了 那就没有多少人会想到 别人幸福比我自己幸福更重要 对不对 你说好像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反变 就是尽量的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都提升自己个人的价值 而反而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能过得更加幸福 反而提升了人类 对不对 哦 你说古老师 原来理睬他也是有自己深刻思想的 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他肯定有自己的两刷子嘛 要不然怎么会名流青史嘛 我对独立性充满激情 我为他牺牲一切 也许因为我的心灵最不具独立性 我受千万条细小绳索捆绑的痛苦 多于他人受枷锁置固的痛苦 这是阐述的 这句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的心灵 我虽然很向往独立性 但是由于我的心灵最不具有独立性 我受千万条细小的绳索捆绑 我会考虑到众人的一些感受 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我宁愿牺牲自己 然后多于他人受枷锁置固的痛苦 我写出了一些东西 然后让别人得到了解放 我实现了这种自我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体现了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理睬他提倡了一些 这样几个原则 超人哲学 权力意志 自我牺牲的精神 还有永恒的轮回 当然对以后会讲到的 大家可以 其实有些东西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在网上再找一些资料 接下来看一下 理睬的哲学 总的来说 它的难度系数呢 比康德的要小一些 因为康德的比较绕一些 理睬的相对比较直白一些 然后喜欢文学的 喜欢哲学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一下 你比如说 等到什么周末的时候 带女朋友去郊游的时候 或去野村的时候 而代表理睬的书 一读 自己的这种形象就 就对不对 大大的 然后提高了 一些 对不对 好好好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的QQ是 13184359 如果有想要我探讨 学术方面问题的朋友 生活方面问题的朋友 旅游方面问题的朋友 敬请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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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